您在使用哪一種光源呢? 打開開關後,瞳孔虛線冷受啟動時所產生的閃爍及常要換燈管而煩惱嗎? T1CCFL照明解決您上述所有的煩惱 並具有五子外線、低耗能、壽命長、高光效、不閃爍、也設定家的特性 傳統日光燈管直徑約一英寸 CCFL直徑只有八分之一英寸 CCFL早就使用在液晶電視的背光模組 響應節能減碳 T1照明將CCFL燈管設計包裝成傳統日光燈管及燈泡的外型 可在一般照明燈具上更換使用 T1的專利設計將安定器及燈管設計為模組化 以不改變消費者的習慣可安裝在原本的燈具中 不需額外增加燈具成本 傳統兩尺日光燈管及安定器放置在磅層上 重量約580克 而T1同尺寸燈管含安定器輕量化設計重量僅110克 重量減少80% 傳統日光燈管外觀為玻璃材質 不小心打破時亦造成割傷 並會吸入有毒的拱陣器 而T1CCFL有PC外照做防護 除了增加安全保護設計外 燈管不小心掉落時不會直接造成人體的危害 將傳統日光燈管T1CCFL燈管及LED燈管放入燈箱來做比較 當打開電源時 傳統日光燈管需經過一段閃爍時間後才點亮 首先先看傳統日光燈管的燈箱 在燈箱一米下的照度約837Lux 耗電量約82瓦 在T1CCFL燈管一米下的照度達到1530Lux 耗電量僅48瓦 最後看LED燈管的燈箱 在燈箱一米下的照度只有889Lux 耗電量約38瓦 以上實驗 傳統日光燈管每瓦照度僅10Lux 而T1CCFL燈管可達到每瓦32Lux的照度 將相同水果放於傳統日光燈管 T1CCFL燈管及LED燈管的燈箱下 水果呈現不同的顏色變化 在T1CCFL燈管照射下的水果 顏色較鮮豔 能呈現原始的顏色 亦可滿足高顏色性的場所 綜合以上實驗可以看到 CCFL燈管整體性價比高 高效率能源照明減少對眼睛 皮膚及環境的衝擊 T1CCFL燈管除了可以直接接上事件使用外 也可以安裝在市售的燈具上 如千缸架燈具 山形燈具 公式燈具 中東燈具等 選擇T1讓您擁有最健康的光源 最經濟的成本 最專業的服務 最環保的方案 中文字幕提供